小天賺 小天賺的車子要開 那是味道 人家小時候坐車道路軸軸看 這輸了車沒人開 這車沒人開還會獨自在 好快喔 我開這個環保車 我的腳比較短 人比較矮 所以我的位置要移到最前面去 以前開的時候 我也沒有感覺到說 人們沒看過我 一些剛才 跟那個小姐都覺得 你人這麼小 一次要跳700公斤 這麼厲害 你都在跟一個鐵 跟一個人流血 其實剛剛開始的時候 是人們說話不懂 本來我都是開轎車的人 因為就是傳承 我們小姐的路線 我都利用 早上四五點 快去踢 踢一踢 踢去賣 賣賣 吃到冠軍 還回去顧我們書家 我是二十幾年前 在奇緣站開一家早餐店 有一位師姐她來我們 早餐店裡面聊天 她有曾經講到說 我們實際上人有在呼籲做環保 我說這個理念不錯 環保可以親近我的地球 所以說從那個開始 我就把我每天的回收 整理整理就放在我倉庫裡面 剛剛開始的時候 我師兄他第一眼進來的時候 他就看到說 你怎麼會撿這麼多的垃圾回來 他很不高興 就把回收 踢得滿踢都是 然後日子一久 一天一天的過去 他看我這樣子 我整理得非常的整齊 他被感動了 再也不會用那個腳 去踢我的一些 我整理好的回收 甚至於他到最後 他還幫忙整理 他還問我說 這些真的錢一錢賣起來的錢 還真的可以救眾生 當有一天 那個阿貴師姐覺得實際成熟了 然後他跟他講說 師兄你會開車 你可以不可以來幫我們 沒想到他一口氣就答應了 他認為有一台自己的車 他自己可能會更精進 他也沒有跟我商量 就馬上把我的婆婆買給我的車 賣掉 然後去買一台環保車 買了之後 他幾乎二十個小時都在做環保 嘿 你好 我是直擊回收 支援回收 家裡多靠 好 謝謝 謝謝 我師兄他非常的信心 不做就不做 要做他就做到最好 他去找環保的時候 一天載三四千 在下貨的時候 他就有發覺到說 那個回收廠 什麼報紙 花紙 白紙 他都有叫他說 要放在哪裡 放在哪裡 他就覺得說 我回來了自己搬就好了 我搬一搬 我們介紹還可以提款 補賺幾塊 補賺幾塊 他把一車的一千多塊 變成五六千塊 這樣不辛苦 就大家在求的人 在開這家車的時候 我都在思想 是懷念都在想 那個時候已經比得很嚴重 有離開便宜的時候 回家裡休息的時候 他也是跟我出來做環保 他也是坐在旁邊 他也一直看我做環保 我們也覺得說 他的精神給我們很感動 沒有 連他都在吹 我生養他發生過 他秘書黏黏 他的顏黏 我還不可以繼續 再走這個路 再開這台車 又不能再開這車 四個車 又去做環保 他非常的遺憾 所以說我聽她這樣說 我就跟我的孫子說 我說沒關係 我完成你的遺願 你不能做的我代替你做 我小時候路加金不好 就是只能打到五年而已 那個時候就剛好我爸他往生 然後往生那時候也沒有錢賬 我以前就有一個善心人士 幫人幫忙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錢對我來說很重要 我就開始投入這個社會 所以我們的構成就是 人家說放下去 比較豪邁 就是像以前人家說 像大隻頭子 如果不管說 輸家輸家來賬三天 我們一擠 就說我會去跟他們想到 有一次 人家坐輸家吃得好心 他跟我說 輸家你這東西放這樣不對 對 然後我就會 那種實際就跑上來了 我就跟他們說 我在這裡已經做十四五年了 我才會比較容易 來做一兩次 然後我會跟人家說 我本來去日本那裡就不錯 如果跟你們這裡發佈沉 跟你們輸家輸家輸家 這樣倒進做的時候 每次就報公了 不過跟他說之後 我就去求會說 你明明就不是這樣子的 為什麼要這樣子跟他講 上人說 心好嘴不好 也不算好 所以我就下定決心說 我一定要改 這個也不能 這個還不是嗎 這2號 這5號 這個可以7塊 這6塊 這6塊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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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幾十幾 不要淘汰 我們做的就好 我們領養材料 我們領養材料就好 好 因為這個環保站 對我來講意義很深 我的心願就是說 希望這個環保站 它能長長久久 跟我的衛命 一樣的能夠牽連在一起 因為我覺得它讓我成長非常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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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